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幾天上到是在Q Bending 我們是上到Q Bending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彈16章的時候呢 大概幾個主題對不對 我們彈到Shilling 彈到Bending 然後Forming 其實只有三個東西 那現在從Bending來彈對不對 我們從駁板 Shilling Metal 然後彈到Tube 因為Tube是駁板的另外一個形式 因為常常它會用來當為一個配料 那Bending 三個禮拜彈完了之後呢 所以我們就緊接著 我們就緊接著彈Forming的部分 所以等於漸漸的我們會跳到Forming這個領域來 那TubeForming彈完了就是 模板的成型 Shilling Metal的Forming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TubeForming它在做什麼事情 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叫Barging 這個最好的例子呢 就是一個水壺 你們家裡每天都會燒開水 那個水壺 你想看看它的形狀 怎樣 中間鼓起來對不對 中間鼓起來 所以什麼形狀跟它最接近 就是一個Tube 所以呢 你用Tube當為一個配料 當為一個原料 來做水壺這樣的一個成型的話 這個是一個最佳的方式 所以這邊的完整的圖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左邊 這個左邊呢 是已經 這個 左邊是怎麼樣 還沒有開始 動作的時候 這整個Punch跟帶的 一個Configuration 右邊呢是整個什麼 加工到完成的一個狀態 那你看看 我們在成型 Banding Forging 對不對 Punch跟帶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先找一下 左邊先找一下 它的帶在什麼地方 你既然要做的是水壺形狀 對不對 所以帶呢 就是外面黑色的這個輪廓 就是什麼 帶 那我剛剛提過呢 我們做的配料就是一個Tube 就是有底部的Tube 就綠色的 然後Tube呢 就是什麼 一個圓柱形的 底色 所以這個Tube 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它跟帶之間什麼 有空隙 對不對 它形狀是 還沒有被完成 那Punch就是 藍色這一根 所以 現在已經把它裝好 裝在左邊了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你開始要加工它 怎麼加工它 很簡單吧 就把 很簡單 把Punch 從上面往下壓下來 一壓下來 好 你就看它發生了什麼事 重要就是說 看它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它壓到什麼東西 它壓到這個東西呢 就是黃色這一塊 黃色這一塊呢 是一個Rubber 它是一個橡皮 橡皮是怎樣 你一壓它 往左邊壓它 往左邊變形 往右邊壓 往右邊變形 好 所以一壓它 所以你把力傳遞給橡皮 橡皮把力傳遞給誰 就是你的配料嘛 對不對 配料 受到力 它就怎樣 它就只好變形 它會往哪邊變形 一定怎樣 主抗最小的地方 哪邊主抗最小 就是有空隙的地方 主抗最小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右邊 它就怎樣 被擠得怎樣 跟這個磨壁整個貼在一起 好 好 那等於什麼 加工完畢了 其實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就加工完畢了 一加工完畢 就把怎麼樣 把tube抽出來 或retrack 回到原來的位置 這個時候的狀態呢 它已經貼滿了 所以它已經成型完畢了 然後呢 這個plug又回復它的原狀 其實這邊 這邊一抽上來 又回到左邊的狀態 只是這個時候 怎樣 tube呢 已經跟Mobi貼在一起而已 然後空隙是 變成產生在怎樣 這個位置 只是這邊 往這邊靠了 所以它又回復原狀了 所以你這時候 只要怎樣 把你的成品怎樣 拿出來就好了 就結束了 所以這製成有沒有很簡單 這製成很簡單 對不對 好 那問題就是說 你已經加工完畢了 怎麼把它拿出來 來 哪個同學告訴我 你怎麼把它拿出來 做得出來對不對 要拿得出來 不然白做一場 不然會白做一場 怎麼拿出來 來 隨便點個同學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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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沒有來 啊 怎麼把它拿出來 把它倒出來 怎麼到 你靠什麼把它倒出來 他已經卡在磨壁上面了 好 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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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為什麼可以拿出來 啊 加熱只會讓它更膨脹啊 加熱不會膨脹嗎 不會吧 好 好吧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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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这边有特别特别写的 我是什么 这用什么 这边有特别特别把注明 在Split female die 他怎样 模子要可以拆开来的 所以你注意看 这个模子拆成两半 所以你要对开 不然你拿不出来 对开了 水壶就在那里 对不对 水壶把他移开来 把他锁回去 就这样 本来模具就是两片 本来 给各位看的模具是什么 上下模具 现在 左右模具 Punch 不需要 他是一个cylinder 他不需要对拆 他不会受影响 圆柱形的 他形状不会被卡住 好 这样没问题 好 那刚刚的这个制程呢 他一个应用 叫做什么 做一个barrel 哪个同学告诉我什么叫barrel 不管你有没有查识点 不管你没有查识点 有没有查google wikipedia 好 barrel是什么 许泰远 许泰远 啊 酒桶胖胖胖的 酒桶 对吧 哦那个 那个不一样哦 拼音 声音 pronunciation 差不多的 那是b-a-r-r-e-l barrel 这是 barrel 圆圈一圈的 所以你生活上看到什么东西跟他长得很像 还在柱子上面 还在柱子上面的装饰有什么样 有刚刚同学同学 风箱 对不对 吸尘器当然你形状很像 但是真的 原始的 它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风箱 手风琴有没有 武风箱 好 街头艺人在拉的那个叫barrel 那barrel 好 这个barrel呢 他怎样 可以拉来拉去 所以 所以 他的形状 怎么做出来 他先 做成这样子的 有弧状的 用刚刚的那种 barrel的方式 把它做成这样的弧状 之后怎样 把它compress 那这个是做成什么样 大型的tube 这个大型tube用在什么地方 用途很多 用在哪边用最多 西伯利亚跟 沙烏地阿拉伯 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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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做barrel 好 冷脏热缩 不要小看他 当我们的什么 热膨胀系数 0.00几 当这个管子的长度是1000公里的时候 你把它乘看看 这管子会怎样 他就 崩 天然气管 也要 尤其 温差很大 各位很难想象 在沙漠里面的温度 温差 早晚温差 可以大到什么情况 因为我 我去开车开过了 白天 白天40度 甚至到50度C 白天 然后到晚上 渐渐凉下来 傍晚只剩下10度 然后就赶快去睡觉 因为 人家告诉我 不赶快去睡觉 晚上就零下 所以那温差 就会让这个管子 管子没有办法去把它保温嘛 对不对 那个 变化很大 所以你要是没有把这样的 expansion contraction的问题 处理好的话 这管子 马上就 就断 就断 好 所以不要小看 做水壶的 他用的 用途还蛮多的 好 谈到一个新的制程 已经跑到forming来了 薄板的forming 那这个薄板的forming呢 这个叫stretchforming 那从这个专有名词来看 什么叫stretch 当你 当你很努力的时候 你告诉人家 我会常stretch 你已经把自己的什么 你把你的极限已经怎么样 拉到最高了 对不对 stretch 好 那这个stretchforming 它的概念 概念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要让它成型 对不对 你要成型 一定要到达 到达怎么样 一定要到达塑性 对不对 降虎以上 好 现在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要 要是让这个材料 已经把它拉 拉到 已经到降虎了 所以 这个时候 没有 没有变型 对不对 我重要是要让它变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把它拉到降虎 代表这个材料有点像什么 像白鸭勾一样 你轻轻一碰它就变型了 所以它概念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今天 我把要加工的板筋呢 先拉 stretch 好 拉 拉到降虎 然后呢 我一个带就靠过来了 因为你要成型是靠带 这个时候 带 往上 往上 这个 一提 它就把它 紧紧的靠住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成型就变得很简单 所以这边特别告诉你 在你这样的一个成型方式呢 会有little 非常小的 Spring back result 它已经到 那么大的塑性变形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用的这个模具 你想这样的模具 一定是钢模 对不对 当 你要成型的时候 这个力量不需要太大的话 你的模具可以 Metal wood Low melting metal 所以它受力不大了 你要让它成型变很容易了 所以你可以用甚至用木头做的模具就好了 就可以成型了 那 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你想看看 什么样东西最适合做这样的成型 Large parts 大型的弓箭 对不对 你要让它成型 今天你用 木头做模具 跟用金属做模具 那个 那个cost差多少 尤其 是怎样 Low or limited quantity 我做模具本来是要量产的 可是我今天只有做三件 我要开模具的话 我用木头做就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制程的特色在这个地方 这样清楚了 好 那 这样的一个制程 当然 这个是课本的图形 刚刚是示意图 我从别的地方抓过来的 课本的 这个图形的话 意思跟这个一样 好 完全一样 这个地方 一样把它stretch 那你凭什么把它stretch 从机械角度来讲的话 你就是 弄一个gripper 把它夹住 夹住你怎么要把它stretch 有没有很简单 你就用液压嘛 让它移动就是 给它一个displacement 它就一直拉拉拉 好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刚刚谈到说 制程的特色 那它的应用 它的应用 给各位看的话 各位就完全清楚了 这样的应用的话 特别有意义 用在什么地方 哪个同学看 这个人在干嘛 他做什么东西 这弓箭大不大 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他站在这个地方 是他的宽度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gripper 把它夹住 然后一拉 然后模具呢 那个 木头做的模具 从后面 往前顶出来 所以它形状已经成型了 用黑白给各位看 所以要考各位比较容易 用彩色的话 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它做什么东西 飞机的机翼 它的wind 这算小飞机 小飞机的机翼 各位知道 现在最大型的飞机是 Airbus的哪一个机型 380 380 380 各位知道 380的话 它windspan 那叫windspan 从机翼的左边到右边 windspan多长 多长 你们同学要猜看 啊 不只 100 100 100个meter 啊 飞机怎么开 照开 靠你的眼睛吗 sorry NO 因为我进到那个驾驶舱去 里面都是什么 camera 他开飞机不能靠眼睛的 来不及了 啊 所以 机师 他不是靠眼睛在开飞机的 他完全在看 仪表板 完全在看 camera 给他带来的 80公尺啊 啊 18 79.7 公尺啊 你看的比较小台的 我看原型机 100 我到Toulouse 到法国的Toulouse 大概 五年前去吧 他们正好在测试 那时候在 测试 好 好 这样就知道 好那现在回到 这个事实蛮重要的 上次给各位看 来做什么呀 啤酒罐 然后 也给各位看到 他的加工制程呢 从原版 先做成比较大直径的 比较浅的 这样一个container 然后由这个再加工成这个 好 好怎么做 所以你看到 一个disk blank 配料 就是铝板 然后切一个圆形 这个切圆形就是这样 你就是刚 我们最开始这样 shilling 对不对 冲压 这个圆的出来 好圆出来之后呢 他拿到这个地方呢 在做什么 这叫 Deep drawing 深抽 深抽 好 那怎么深抽呢 一样有个punch 有个dye 然后这边有个叫blank holder 我们叫做fine blanking的时候 有没有 金蜜冲杯也是一样有 blank holder 对不对 好 那他把它punch 压下去之后成为一个杯形 为什么 明明看起来跟什么 在做shilling 在这冲这个 冲杯完全一样了 对不对 啊为什么这边就不是冲杯 就是变成一个杯子了 啊 啊 那个 带跟punch 那个 什么东西 clearance 对这边clearance cleance要够大 好 太小的话就变成了 又是剪切 对不对 插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你看看 从这个配料 punch下来之后呢 他怎样 你 你做出来的这个 弓箭了 就是什么 贴着 磨壁跟punch 好 所以 差别在这个地方 贴着磨壁跟punch 好 所以他就会做成 第一步先做成这个形状出来 好 那这样的加工各位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 他发生什么事情 底部 底部有没有变形 底部有没有变形 底部没有变形 所以你 你去喝你的饮料罐的时候 你先要找一下 我这个饮料罐怎么做出来 他原来的厚度多少 量他底部 底部没有变形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从旁边一量 变薄了 薄多少 你就知道 被stretch了多少 被draw 被draw 这个是 draw其实跟stretch的意思差不多 他被刮薄了 变薄了 被变薄了 好 那 文字上各位 自己看 这等于我帮你整理出来的 然后看一下 从机械的角度 这等于是把刚刚的东西 又重新化了一次 这边 这边有一个blank holder 把配料 压住 然后 让他 做deep draw 下来 然后各位看 细节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 叫 Spring Stripper Ring 这边有环 这环呢 他是有弹簧 可以让他怎样 我当我配料下来的时候 他会被挤到旁边去 然后 整个 整个伸抽完毕之后 他又会 往punch的地方 抠住 那他要干嘛 当你 伸抽完毕一拉上来 把他刮下来 好 这个做热自动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好 所以你看到细部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在做deep draw的话 一般呢 depth greater than diameter 一般 但这个地方有没有depth greater than diameter 没有 所以这个只是讲一个general 一个concept而已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对各位学机械同学来讲 就很重要了 我在做deep drawing的时候 自成各位了解了 然后从机械的角度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重要你要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才知道 他在制造的时候那些现象 好 所谓的现象就是 他会怎样 产生 wrinkle 产生一堆的皱纹 这个就是很不幸的结果 但常发生 你要知道 这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你才知道怎么去避免嘛 对不对 所以你制成上才可以去overcome 好 去overcome他 好 那 这边 在解释 你受到的硬力的状态 好 那 那个制成告诉你 我现在的配料是个圆形 对不对 好圆形配料 然后你做出来的 弓箭 他的磁镜是不是都一样 好 比如说我现在做出来的杯子的形状就这个样 这是我做出来的杯子 直径好 所以你看看你在制成的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好他发生了第一件事 他是把 你把 我们都常常叫infinitesimal element 他就是这样一个圆环的形状 好 这个圆环形状的这个strip 他要留到杯子的 外端来 所以这个ring 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直接要缩小 好所以第一圈 只有缩小这么一点点 对不对 那最伟大的是怎样 最外面这一圈 最外面这一圈 要 从大圆 要说什么呀 蓝色的这个小圆 好 那 各位 你们在学财力的话 有没有听过一个叫hoop stress 有没有听过叫hoop stress 有听过同学你举手 都没有 好 没有听过没有关系啊 啊什么叫hoop 啊 什么东西 环 环 那这个环 最常见到 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hoop 跑到日本去泡 泡温泉就有了 泡温泉不是有那个大木桶吗 外面那个框框的 那个叫个hoop 就是圆框的 把那个 一片一片的什么块木 Hinoki的块木做成的 泡温泉的桶 你要把它框住 是靠那个什么 就靠这个hoop 就靠那个hoop 好 那这个hoop 你要由大圈圈变小圈圈的话 他花生的硬力状态就这边分析给你看 分析给你看 他第1个 这个材料要流进来到 杯壁 不是那个杯壁 是杯子的墙壁 coop wall 所以呢 他要怎样 从这方向把它拉进来 所以这个hoop呢 沿着直径的方向 有stress 沿直径方向有stress 那再来呢 再来呢 他沿着怎样 circumperential tangent的方向 他有没有受到阴力 他一定要受到阴力 他受到什么阴力 他受到什么 有大直径要缩小的话 所以这边受到什么 compressing 所以都是怎样 这个compressing在作怪 因为有这个compressing 因为有这个compressing 因为这个compressing 我们叫做hoopsace的compressing 让我们产生骤痕 所以有没有又回想起来 我们在讲 上一堂课在讲什么 你买99块的那个 那个那个椅子 为什么那个cube会骤痕 当你的b很薄的时候 你又受到compressing 所以他会产生怎样 buckle 他就产生sine curve 所以这边 这边各位看得到的 这么漂亮的 pattern 他就是一堆的sine curve 所以大自然是 非常奇妙的 你们没有学sine 他也可以告诉你 sine长什么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个结果 所以这边一个横坐标叫什么 Brain Holder Force 我们跟他 抽杯的力量 横坐标 重坐标有两个 一个叫 Diameter Cup depth 越深的话 杯子越深的话 是不是越容易产生 越容易产生 Wrinkle 杯子越深代表 代表这个直径越小 所以 这边就画了一张图给各位看 这个会产生Wrinkle的区域 好 虽然我的Brain Force很小 但是呢 他很深的话 这个地方都容易产生Wrinkle 好 当我抽杯子的力量加大 所以他会产生什么 tail 他就把它扯断了 这个力量力量太大就扯断 最不幸的是怎样 这两个交错的位置 又会扯断 又会Wrinkle 好 重坐标有两个一个 叫Cup depth 然后反方向呢 是 这个Cup thickness Blink thickness 配料的厚度 所以跟厚度有关系 厚度 厚度越薄越容易产生 Wrinkle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这边的坐标是相反方向的 箭头是相反方向的 所以考试的话 各位这个图要能够画得出来 你要能够解释得出来 What's going on 今天 今天你不是 technician 你要是只有技师的话 那你 你只要会做就会操作就好了 今天你是engineer 你是台大的engineer 你要知道所有的story 所以呢 你要 这个图 要是能够develop出来的话 那你就要告诉你的技师 怎么样让你的操作条件 是在白色的部位 OK啦 对不对 好有没有问题 算什么 drawing 你现在在搞名词 所以他告诉你 这个名词 是 跟我们讲的drawing 要区别开来 他叫做神抽 deep drawing draw 就是把它抽进来 所以他的动作上来讲 是一个draw 你在抽拉他 可是呢 跟我们在讲 抽线 又不太一样 你会看到 有的课本是写drawing 但是 我们为了区别 特别把这个deep 一定要加进来 那是名词上的问题 好那这些所谓rinkle rinkle 会产生的这些punch force 各位自己看 好我们看看食物上 食物上 好 刚刚也提过 我要做一个 这个 啤酒杯的话 啤酒罐 好或者是 雪碧的 coke的罐子的话 来圆形的配料 先做第1次的 浅抽 第1次的抽 然后第2次再抽 所以各位看 他不见得这样就结束了 他抽了好几道 我已经 已经把它简化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ironing 等一下我给各位看 就已经把它拉到我们要的 这个 signess跟他的长度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duming 就是做什么 杯子的后面 杯子后面呢 他绝对不会是平的 他让他成型 有一个圆 那这个叫duming 好那个同学告诉我 杯子为什么 那么麻烦 还要做成这样子 形状 可以减少容量 减少容量 所以你是属于什么 维护不仁的 奸商 我们先不谈 先不谈这个 你赚多少钱 从function来讲 从功能上来讲 有人讲stress 然后呢 为什么要做成这个形状 比较好放 这回到几何 对不对 你要做成这么平面 啊真的很平吗 没有人敢保证 对不对 因为三点决定一个平面 所以你做成这样的东西的话 一晃 很容易就倒掉 所以你做成这样 一条线 线的接触 他的稳定度才会有 好 那你底部做完了之后要做 necking 这边要缩口 缩完口呢 再封口 完整的程序是这个样子 等下有影片给各位看 好 从做成这样的一个 比较大的杯子变小的杯子 这个叫redraw 所以我做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杯子呢 再放下来 让他做一次生抽 所以他指定是不是 再缩小一次 一定是这个方式抽吗 不是可以呢 倒过来 那这个叫 reverse 反向的 反向的生抽 反向的生抽 好 那刚刚有提到 叫做ironing 这概念很简单 好 当我的杯子 直径 直径 这样一抽完之后 直径还蛮大的 我现在要把它 怎样 再拉长 让他长得更高 好 不用 不用 不用去吃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汗药的处方 最简单 怎样 这个叫做ironing iron是怎样 把它烫平一样 怎么烫呢 各位看一下 我把这个带 进一步缩小 直径缩小 好 所以当我的盘起 拉过去的时候 有没有 他的 他的宽度 他的 厚度就变小了 好因为直径 变小 底部不变 好底部不变 所以我刚刚不是告诉各位吗 你要知道他原来的厚度多少 量底部就知道 底部都没有受影响 好 好那你一拉的话 他变薄了 对不对 那变薄一定会怎样 一定会长高吗 对不对 他就自然会拉长 ironing 好 一拉完之后发现 他会产生什么 叫做eering 会产生耳朵出来 好那这个一定是很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普遍 因为材料已经 不均匀 会等向 所以你要怎么办 切掉就好了 反正都切掉就好 好所以那个是一个现象 好那 这些东西我就不再特别讲了 那这边特别把美国的状况给各位了解 美国 你用的beverage 这是罐头类 食物的罐头 饮料的罐头 食物的罐头一年消耗多少 30 billion 食物的罐头 你那些什么 肉酱那些罐头 一年一年耗掉 30 30个billion 300亿罐 你的饮料罐更可观 1000亿罐 所以你要做这个罐子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 Industry 这个在美国 那每个罐子呢 它的重量只有15g 很轻 对不对 很轻 那它必须要容许 能够承受 里面的压力 0.62 Mp 大概6个大气压 所以它要有强度 好 那怎么做呢 先把140个mm Diameter Blank 这边都 已经有很多数字了 配料是直径140个mm 然后经过第一次抽完变90 这个大概就90 最后变65 最后变65 所以它经由这样的程序完成了 那它告诉各位 每分钟可以做怎样 做几罐出来 400罐 400罐 你眼睛还没有 这个 一睁一闭 它已经做完400罐了 因为速度这么快 所以每个can 它的 成本只要多少 美金4个cent 这个 叫你做一个你就做死 只要4个cent 所以各位看一下 机械 机械为什么 对我们生活帮助那么大 因为它自动化 它做出来的成品 品质非常稳定 好 所以 各位同学 这边还有很多学问 一开罐 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一拉 就缓断掉了 打不开 那个都是什么 硬力设计的问题 这个都机械系同学的责任 很有趣的设计 好 另外一个 制程叫做 Rubber forming 利用 利用Rubber 来成型 橡皮 橡皮的特性 怎样 你怎么压它 它怎么成型 对不对 所以它的概念很简单 我今天本来就是要 punch跟tie 然后之前给你的概念呢 你一定要什么 公模跟母模 对不对 公模跟母模呢你就要做两件 好 所以现在概念很简单 我只有做母模 我只有做母模 然后呢 然后呢 看一下 这边 这边是只有做公模 这个利用只有做公模 就做公模 然后 这边 就是我的配料 我的弓箭 然后下面 你看看厚厚这一块 就是什么 Rubber 那刚不是讲吗 Rubber你怎么压它就怎么成型 所以当你的公模 压下去的话 我就会让弓箭 紧紧贴住 我的公模 因为我的Rubber 就好像母模 他怎么压它 它怎么成型 所以下面的那个母模 是怎样 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用Rubber 等于取代了怎样 取代了一个模具 就取代一个模具 所以 我的模具只需要做一半就好了 概念从这样来的 从Rubber forming 演变 叫做Hydro forming 概念一样的 但概念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出来呢 因为Rubber forming 那个Rubber 不见得怎样 会那么 贴心 他不会把它贴得紧紧的 哪个地方呢 可能受力不太好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贴紧 所以你要确定他能够贴很紧的话 最好怎么样 加上什么 Hydroic force 加上液压 所以各位看一下 今天 今天我要让他成型 这Punch其实就是一个 弓模 Punch是一个弓模 然后我的弓箭就是蓝色的部分 好 那上面呢 这个叫Dialframe 它这个薄模 薄模的后面就是有一个液压油 高压的液压油 所以这个液压一打开 你的 冲头往上一顶的时候呢 这个液压油呢 就会完完整整的 把他这样 包护住了 好 所以液压的效用 跟Rubber的效用 其实是类似的 但是会比怎样 会比Rubber的作用更怎样 更positive 因为他的液压是什么 四方八面呢 力量完全一样大 所以他做出来的形状 会 更 更完整 所以你做出来的弓箭你要要求形状好的话 Hydrofoam 他可以少一半的模具 但是呢 他做出来的形状一定会比Rubber Foam会更 更好 好 我们再快速把这个制程看完 好 那Rubber Foaming 跟Hydrofoam 他用在什么 Tube的成型上面去了 各位看出来这个Tube的成型 这个Tube这样弯弯曲曲 他在哪边会用得到呢 银行棋管 啊 银行棋管 棋管 棋管 棋管的部分 倒不是那样 的 因为棋管形状 不是那么重要 会用得到比较多是汽车的其他部位 这个地方举了例子给各位看 是Automotive的 Radiator closure Radiator是什么 散热管 散热管 好 那这散热管呢 这样看 你看不出他的形状 他要让他的里面 就好像 断面就像 像什么 像那个骨头一样 所以他有形状上的设计 好 那这个 Car Radiator形状的设计呢 他在加工的时候分成两个 一叫Conventional Hydrofoaming Conventional Hydrofoaming 就是这一种 他 先把 这个管子 把管子里面灌满了液压 然后这个是模具 所以你看到 模具跟你的管子 有间隙 对不对 然后液压 一通上去之后 好像气球 把它脏起来 脏起来 就成型就完成了 那这个叫做 Precious Sequence Hydrofoaming 好 他呢 他呢 在 模具 压下去的 过程分成两段 第一段呢 他把它压起下来 但是 还没有整个闭模 还没有整个闭模 然后他会 一方面闭模 一方面 增压 那个你就要控制很好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他可以让 比较Sharp Corner的地方的成型呢 会怎样 更Precise 更Precise 有很多的制程 都跟我们应译会有关系 所以各位你要是说 这些概念都 都清楚了 然后你有分析的能力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 设计你的制程 非常非常的 step by step 甚至就是说 你有机会去 创造新的制程出来 去创造新的制程出来 今天又没有办法把它交完 所以大概星期三很快的 这一章就会结束了 然后要报告的同学 大概在第一堂就要报告了 好 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有问题的同学 再留下来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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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